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澳洲现在也非常着急 想要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拥有非常大的市场 而且澳洲依赖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王毅也是跟澳洲喊话 他说我们是伙伴不应该是敌人 澳洲就不知道是姿态高 还是怎么样自我感觉好 他就说你中国应该要先去解除贸易胁迫 否则关系无法改善 是谁先搞坏的 不是澳洲你吗 怎么要人家先改善 所以我们看看中澳2014年双边的关系提升 为了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 但是到了2017年 两国的关系逐渐就恶化了 甚至2018年澳洲是对华为开出第一枪的 再来我们来看看改变对华的敌意 现在是澳大利亚目前改善关系的第一步 这是中国学者他呼吁 他说澳洲你应该要更加理智 为你自己的利益行事 而不是随着美国的反华策略 其实放诸世界各国皆准 你现在欧洲不也是吗 欧洲也应该套用下来 欧洲也应该跟李智慧的自己的利益 不要随着美国反俄战略 其实都是这样子 所以美国处处在点火 那我们来看看澳洲现在是不是打算要来低头了 澳洲的外长黄英贤新任外长 他讲说我无意放大与中国的分歧 也无意参与围堵中国 但是中国会相信吗 先看一下澳洲驻华大使的讲法 他就说中国经济增长上面 见证到史上最伟大的扶贫努力 那中澳关系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 会持续的努力 可是中国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相信澳洲说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些组织你都还在里头 哪些组织 五眼 跨的 欧克斯 你都还在里头 那你怎么叫人家相信说 你现在无意要来参与围堵中国 你先有一些具体的动作 就像上面讲的 你先退出这些组织 你再来说你无意围堵中国 这不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这边澳洲也在讲 他就说你们现在不是还要买浅件吗 你浅件是不是要先暂缓一下 展现一下诚意呢 那我们看看澳洲的经济惨况 野村他讲说未来12个月 澳洲的经济将会萎缩 澳元还会进一步的下跌 那再来看看学者也分析 他说数以千计的澳洲公司 在过去一年当中消失 有一半的建筑公司倒闭 过去15个月建造房屋的成本 增加了9万4千多美元 未来几个月只会更糟糕 澳版的美日邮报 他甚至讲说 现在还有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问题 这澳洲的工商会 他就呼吁说 我们应该要提高移民的限额 但事实上外国的移工 其实只能像是幽灵一样住在社区 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庇护的申请 被拒绝而没了签证 所以没有签证 还继续留在那个地方 就像是幽灵一般 那另外还有他们日常生活上面 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 其实已经打击了超商的每一条走道 甚至还有人讲 民国的卫报他怎么说 除了垃圾食物 其实现在每一项统统都在涨价 已经加剧了这个健康的不平等 因为大家现在如果买不起的话 越来越多贫穷的人 就会去买垃圾食物 所以难怪人家以前会讲说 穷胖族 因为越是原型食物 可能这个价格越高 所以给予低收入户的家庭 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斐济在7月11号到13号 即将要来举办太平洋的岛国论坛 那艾班尼斯他是讲说 我会讨论中国的安全推进 跟这个大家 中国的安全跟 还有这个太平洋岛国 来推进澳洲的关系 那马上这个吉里巴斯就说 那那我不要 如果你要讨论跟这个 中国的安全问题的话 不好意思我就不参加 我就退出了 所以澳洲的金融评论报 他就讲说 其实除了指责中国 真的看不出来 这西方或是澳洲 你到底为南泰国家 到底做了些什么 连索罗门的记者都在讲 澳洲跟这个太平洋岛国打交道 付出沉重代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中国排除在论坛之外 将会是一个世界悲剧 因为现在非常多的南太平洋国家 跟中国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 他们也希望中国给予他们经济上面的一些帮助跟投资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的投资 他们的索罗门这边的国立大学的宿舍 还有援建跑道 足球场 其实都是非常务实 实际上面从基层开始来建设 甚至还帮助他要来筹办 2023年的太平洋运动会 那澳梅甚至讲说 这个巴牛一湖经济特区 将会包含这个军事基地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巴牛这边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可是包含了巴牛的官员 跟中国驻巴的这些使馆的人 都是讲说 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他说其实 当时在2018年在APEC上面 巴牛的官员说 我们那时候就有提出来了 我们希望所有这些APEC的成员国 你们是不是可以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这一湖经济特区的一些建设 但是当时只有中国表达出兴趣 所以我是有问过你们的 但是你们没有理我们巴牛 但是现在又要反过来讲说 这个是中国 中国大陆是包藏祸心 又要开始回来扣帽子 真的是莫名其妙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世界的中心 何以在中国 这是风传媒的一个分析 他说主要关键就是在经济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成为 大部分的国家的暴易伙伴 占了这个联合国当中超过七成 甚至欧美 过去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战争殖民来作为一个强国 可是中国大陆没有这样子 他是用自己的经济 或者是用一种建设一带一路的方式 来成为经济强国 以及大家共存共荣 所以中国大陆在2022年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首次超过了1000万人 他说其实对人才的培育上面 也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打下了一个非常稳当的基础 但是美国只是发起一连串的联盟 只是为了要拖住中国 所以我们台湾看到澳洲这样子 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有所警觉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情况很明显 那大方向是中国大陆采用的就是少说 多做 那看起来他好像处于挨打的地位 可是他的我们叫倒是甘蔗 他情况会越来越好 那美国人 欧洲人 他们采用的是多说 少做 所以当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 在这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 这些亚洲的 非洲的 拉丁美洲的 南太平洋的 岛国的等这些相关的国家 他们愿意纳入 加入一带一路 可是这些国家通常都是贫穷落后的 他们没有钱 中国的外交政策里面 他采用的就是说 我不能够指我自己有利 你不利 因为这个关系走不远 我也不可能说对你有利 我不利 因为这不健康 所以他的政策很明白 就是你有利 我也有利 所以我用我的技术资金 到你这里来投资 新建 建设 这个都是庞大的资金 由于是庞大的资金 所以不可能是五年 十年就回本 因此你要回本再加上获利的话 很有可能是50年 90年 99年 所以他采用的都是这种长期合约 也就是说我帮你把这个港整个建起来 高速公路 高速铁给你建起来 但是我的使用权或是我的经营权 我基本上可能要50年 可能要30年 也可能要99年 因为他是计算他的成本 当地国他为什么愿意 因为那个港是盖在我的国家 而开始我都不用出钱 这样开始建设的时候 之后的利润的回收 我已经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在回收了 所以他有钱 由于是中方在经营管理 因此你外国的这些船只进来的时候 你还是要遵守中方经营管理者的 指挥调度跟你要缴的钱 好 你想既然是中方经营管理 所以中方的船只 或者中方的货物进来的时候 当然他就可以有比较好的位置 比较好的码头 因为是中方在经营管理 那你欧美人 对不起 也不投资 也不新建 也不入股 什么都不要 然后你就一张嘴在那边骂 说这叫做主权债务陷阱 然后他就挑弄当地国的这些政客 你也知道有一堆政客 每一个国家 包括美国 包括台 包括所有的地方 有一堆政客他们的特点在哪里 他就是短利 他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他可以出卖国家的利益 台湾就是最多 台湾最多这种可以 要台湾人吃石斑鱼 然后要台湾人 反正他就是出卖台湾的人利益 然后去牺牲国家的利益 然后来去满足外国人的利益 满足美国人利益 或是满足日本利益 不然怎么会叫我们吃有毒的猪 那就为了满足美国人利益 好 因为永远有一堆人 都是短利的政客 他会出卖自己的国家 来去满足别人的利益 他就回过头来 也骂他们的执政党 然后也借这机会来 炒作他自己的政治声量 然后鼓动年轻人 年轻人都相信 欧美人讲的应该是对的 所以就主权债务陷阱 可是如果中国今天都不做 欧美人也不会进来 这个国家就继续贫穷落后 那很明显的 当这个在野党 他用这种主权债务陷阱 欺骗了年轻人拿到选票以后 他一执政 他一发现说他还是要做 因为做对他好 所以他还是又做了 可是时间就拖过去了 时间一拖过去 有很多国家就出状况了 好 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 是因为欧美的国家 他们永远用了一套方法 就是他什么都不做 他就是骂你 你做了他也骂 你不做他也骂 然后他就骂来骂去 可是这些国家都是 没有任何进展 中国大陆不管你怎么骂 我永远走两利的方法 就是你有利我也有利 然后共赢的方法 可是我个人的推断是 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是正确的 就我也懒得跟你说 那你当帝国如果要停 我也给你停 对 停的话他们就打官司 等到你上来了以后 愿意再回来 我们就再继续做 但是那个损失你要赔偿 对 好 所以我觉得一步一步 在推的过程中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大家明白的看到 拿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他们跟中国的关系 已经不是在中国去劝说你 说你要支持我们 而是这个国家就说 对不起 我不想伤害 我跟中国大陆的利益 所以我不参加你们的活动 所以你会发现 欧美人主持的活动中 越来越多人都离开了 对 我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澳洲要跟中国回头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不 因为澳大利 澳大利他涉及的都是 军事政治方面的结盟 对 Morrison事实上就是做那些动作 当然他讲话也比较刺激 现在的差别是黄银贤 跟Emily讲话就比较谨慎 可是问题是 Morrison所留下来的那些结盟 你并没有退出 对不对 比如说你2040年要买 8艘核子潜艇 这是要干嘛 澳大利亚如果不是 以中国为假想敌有必要买核子潜艇 对不对 因为核子潜艇才是一个 两个岛链之外的作造 澳大利亚是处于第三岛链 那已经非常远了 所以你做核子潜艇购买这个动作 当然会让人家理解为 你就是配合美国的布局 因为美国都已经退到 关岛第二岛链还有澳大利亚第三岛链 那准备要 准备就是说中国一旦突破第一岛链 那至少第二岛链第三岛链 我们还把它围着 这个不要说我看到了 这个我看所有练国际关系 第一天的人就会看到了 这么明显的事情 那还有四方会谈 四方会谈你就摆明参加了 安倍讲的那个菱形的结构 对不对 跟印度 日本 澳大利亚 不是各居一个角吗 菱形结构就是要包围中国 这个谁不知道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有 你也信冲冲的去参加北约 要不是说韩国不要在那边开会 搞不好你们就开会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都是军事表态 坦白讲这个都是国家利益 最敏感的部分 然后你在最敏感的部分 摆明了就是把中国当作小想敌 然后现在要跟中国讲说 不要这样用贸易战搞我 怎么可能 你是在说什么 你是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美国在那边讲半天说 我没有针对你 我没有跟你打新冷战 你不要误会 中国就觉得每一项都是针对我 不然我是白痴 对不对 不宁肯你讲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 他如果真的讲 你就讲那个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不一致的 言行不一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澳洲你要跟我和解 又要希望我对你多采购一些 我干嘛做 而且澳大利亚的东西 除了铁矿沙之外 也没有什么是不可取代的 也不是非买不可 对不对 我宁可去跟 即将变成 有可能变成好朋友的国家买 比如说印尼 合理是这样 或怎么去跟俄罗斯买 你的那个红酒 又不是没地方买得到 对不对 中国大陆自己就有了 对 零下就有做红酒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推进 好 我们来问一下卓老师 好 我跟亮哥看到的地方 刚好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 因为昨天本来就是说 在黄英贤跟王毅见面之后 澳洲媒体报导说 澳洲 就是说对于大陆 对澳洲提出的要求 还不明朗 澳洲方面提出来的要求 就是一个是澳洲公民 在大陆有被审判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澳洲出口到大陆的商品 但是昨天晚上 澳洲的媒体揭露了 大陆方面提出来的要求 他主要讲了四点 第一个 他说要把大陆当作伙伴 第二个 他说双方要求同存异 第三个 双边关系不能被第三方操纵 第四个 必须要寻求公众的支持 那这里头 当然我就把它解读成为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说一个把大陆当成伙伴 跟寻求公众支持 主要就是你的双方的氛围要好 大家要多讲建设性的话 那这个你看黄英贤 他在他自己公布 就是跟王毅见面的那个新闻 新闻说明里头 他怎么说的 他讲了当然比较简短 那他最后一句讲的重点是说 澳洲会非常冷静的 解决双方的分歧 基于什么 基于双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就是他自己这样讲 他是基于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所以我觉得在第一项跟第四项 就是大陆方面提出来的 这个要求的第一项跟第四项 澳洲已经在这个地方向前走了一步 但是比较困难在中间这两项 就怎么样求同诚意 怎么样能够避免被第三方操纵 我认为这里头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当然就是南太平洋岛国 大陆也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虽然你澳洲对于大陆在这个 不管是巴牛 或者不管是在这个所罗门群岛 要建立这个港口 要修港口这个事情 澳洲有很多的疑虑 但是他说他可以欢迎澳洲跟纽西兰 共同来跟大陆 一起在这方面合作 那现在可能就像澳洲怎么去看 他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平衡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他怎么求取一个平衡 但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值得台湾关切的就是 黄英贤跟王毅的谈话里头 特别谈到了遵守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那王毅表示赞赏 我觉得其实上一次在两年以前 澳洲因为那个红酒事件的时候 那时候游锡坤我们立法院院长 特别买了200箱的澳洲的红葡萄酒 然后当时我们吴钊燮外交部长也说 要跟澳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现在这些成果到底都没看到 然后对方现在表示说 他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政府有没有能不能跟我们的国民做一个说明 对澳洲的外交工作到底进展如何 成果是什么 我觉得民众会很希望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